最近呢 我们一直在关注开学季 新学期新面孔 各大高校陆续迎来了新生 山东大学来了近两万名新同学 咱们一块到现场去看看 我现在是来到了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的南门 今天是山大新生入校报道的第二天 那今年呢 由于这个防疫规定 家长是不能进入学校来送学生的 那么在门口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测问通道 那家长呢 就把车停在这里 由门口的志愿者来帮助同学们颁送行李 那马上就要进入大学校园了 在校门口 家长跟同学们也是在依依不舍地告别 太远了 我挺高兴的 因为孩子很努力 很优秀 大了一点特产 饼干的特产鲜花饼 是感觉很激动啊 感觉它已经长大了 就是有点舍不得 但是有点期待 希望开启一个新的生活 走过测问通道 进入大学校门 白兔车车载着同学们来到迎新报道处 在这里 各个学院已经做好了准备 纷纷亮出大招迎接萌新 鱼香路是咱们暴徒全校区的一个路牌 然后做成这种小礼品发放给大家就是校园文创 在公共卫生学院来自云南的邹同学正在和玩偶合影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山东 这次坐火车坐了两天两夜过来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特别是路上看见日落日出 还有那个看见长江 特别是沿路的风景 邹同学是预防医学专业的大医学生 选择这一专业也是受到了抗疫精神的影响 特别是抗疫的时候 看见医生那些很劳累 也是让自己了解到他们在医线的那些工作 然后也知道了自己以后要应对什么样的困难 也就更有准备了 他们这么辛苦的付出 我们如果学了医学的话 也一定要努力 然后为国家那个公共卫生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报道现场 邹同学还遇到了未来五年的室友张耀 他刚刚拿到第一学期的专业书籍 山大今年的新生涵盖了38个民族 在经济学院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大一新生们 已经完成了报道 我是从新疆过来的 我是经济学院的新生 我是维吾尔族 今天我们维吾尔族来了43个学生 都是各个学院都有 肯定有牵挂的 但是过来这边没有不适应 就是跟我的家乡一样 即将开启大学生活 有憧憬 有感动 面对镜头 同学们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就是好好学习成为这个学校的最优秀的学生 希望自己能充实五年的大学生活 然后在五年之后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加油 希望就是保持初心吧 新学期加油 新学期一定要加油 冲冲冲 真是满屏的青春和奋斗的气息 加油 希望同学们好好珍惜学校的每一天 学有所成 在大学结束之后 遇到更优秀的自己 感谢观看